各位師兄又見面 浪泰老師 6月23日沙田黃昏賽事 一、二場的頭場細斑 第二場就是尼迪賽事 這兩場之前阿斐有個賽前分析 各位都是看回蔡玉學馬房 這個賽日的部署 另外湯普森可不可以在這裡贏物 後期出了賠率再分析一下直撥馬 這次專攻一場在港馬之前 距離沙科宴只有25天 阿斐會盡量積極刨多些馬 希望和葛衛星拿回個尾彩 贏回多一點馬 所以直接看完頭場和第二場 已經鎖定了兩隻馬匹雙膽 另外這次以最少的本 就駁罪大家來 頭場都是那四隻 買個四連環或者四龍彩 推薦進來的 待會聽阿斐講解一下 各位師兄可以坐定聽阿斐講解一下 拆解一二場 哪四隻馬匹 或者五隻馬匹直撥馬 今次不買的 都會有四龍彩的推薦 還有就是單色四連環的 心水推薦 好,事不宜遲 在港馬之前 第一次收視中國TV賽馬編的新朋友 還有新師兄們 記得知道一下阿斐 近期很多師兄留言 有位新師兄是完全留言 是很得著的 亦都是Cato在這裏 這個師兄 他的心得和見解 阿斐真是受益費錢的 亦多謝接下來更加多的師兄 因為阿斐始終都是自己 爬馬仔 亦都希望集結百家之牆 希望爬馬最精準 多一點 所以你們有建設性的留言 阿斐真是愈看愈開心 亦都希望在賽馬上 找到大家提供的共同樂趣 說這麼多客套說話 都希望你按個訂閱 支持一下中路TV 阿斐港馬仔 事不宜遲 一、二場即刻來了 頭牆的四班千二短途 直接由於田草的千二 一個轉彎 就已經回到終點直路 所以那個最快活斷 必須要的 螢光木見到的 最快活斷 首先會有一號仔 那隻特別美麗 還有十三號那隻 就是逆是其霸 另外也有十一號 就是元朗精英 加起來就是四號仔 那隻就是楊外高輝 這四隻馬仔 新鮮滾熱 十一號的元朗精英 亦都在二十八之前 拿著一個一分零九點三三 這個最好的成績 所以阿斐拿著十一號 元朗精英 做一個參照標準 進來看看就是十一號的元朗精英 上一次就是初常填草千二 和三歲生馬仔 那個處女族 亦都在五月二十六號 初次七騎 找到就是艾少禮 當日跑住的成績 雖然是輸就輸了 但是一分零九點三 你看到他的排名 亦都是僅次於中間檔位 中間那個名次 跑住了那個是第六名 上一次已經一分零九點三 這個成績之後 這次換了一檔兩檔 上次是夾西馬檔位 這次的 跑住了一個填草千二 很快就轉彎了 拿著一檔兩檔 就省了少少的骨力 另外 如果在短途 馬仔本身是快放得 更加是有優勢的 見到十一號的元朗精英 之前的試集 兩個試集 都比了楊明倫 見到一個刺激指示 全部都以快放為主 你看到他的評語 亦都非常之好 3月5日一次就是填草 800米賽事 半程透出 直奔終點 這件事很重要的 跑住的是填草 800米 800米那一刻 都是直路 那麼短之日 亦都可以半途透出 證明馬仔的霸佛力 非常之好 所以直奔終點 這裏已經有很多信號出來了 之後那兩個試集 都是尼底一千米為主 但是亦都是後面見到 他那個3月19號那次 就是內蕩說出來的 然後最新那次 都找回楊明倫 5月7號那次 那就是怎樣 貼著那個欄 就是搶放的 專注力非常之足夠 所以馬仔其實 明天同樣都是內蕩 一蕩、兩蕩 找到都是楊明倫 這隻馬仔已經摸熟了 應該都是快放為主 三順馬仔 雖然說 上一個儲女座都這麼好 街跡之下 11號的元朗精英 肯定是立入日之內 所有的肥 就先打開他 好了 看看第二隻馬仔 另外一號仔 就是特別美麗 這裏直接 這次磅數 重磅 加到135磅 已經是頂磅了 這次直接 是升降機 只要4降3 就肯定 多數馬仔 就要找回 潘頓 這個大師級 過來 構計一下 羅庫泉 在田祖千二 這隻一號仔 特別美麗 已經上賽了四次 四次 有一次 就是失之交易隱行 去到2月25日 四場比賽 全部找到輕磅的賀明倫 大家多留意一下 他初次跑過田祖千二 是一九磅八檔的 當時 那一段時間是二二秒七 記住 是二二秒七 僅僅二四分三個馬位 就輸了 另外 你看到 但同樣都背了六甲肺 好了 到了熱門那次 吃著內檔四檔 同樣磅數 加一磅這麼大把 當日 吃著熱門之下 反而失息 僅僅跑過第三名 但大家可以看分 那時候 那個完營時間 其實是比他之前 上名第二名更加好的 一分零九點一 麻煩你再看一看 他的馬仔 內檔好一點 會不會外檔不好 也不怕 賀明倫 回到五月十一日 同樣八檔 磅數差不多 一百十一 比之前一百一九磅 一樣 所以最後的時間 都是一分零九點七 是完全沒有變過 又不多又不少 剛好一分零九點七 但是也可以看到 他的每段爆放 反而是更加快 是二十二秒零 去到最新那次 十一檔一檔 那麼輸蝕 以為可能會破了一分零十 反而不是 去到一把十九磅之際 十一檔外檔 那麼輸蝕 真是最外檔 反而造就 最後爆放 是去到二十一秒八 馬仔是最後爆放 非常之好看 全程走外跌 馬仔 最後一分零九點一 完成不了了 所以今次 直接操控了一隻馬仔 加上 特別美麗 今次找了 就是直接 三港細 一四班肯定來了 找回潘頓 為何說三港細 找回潘頓 會這麼好信心 由於過往 看回那個統計資料 就是羅富泉 配回潘頓的交收 近期五月份 才是 加收多一點點的 六月十五日 才是初次找回海船時光 再找個博實 過往再去交收 那一刻 已經是追溯到 二零二三年的十七號 之後其實 四月份 僅僅是 拆旗九幾次 已經沒有再找過潘頓過來 足足 有四個月的鏗槍期 五月份 才找多一點點 就是找回潘頓 所以 明明羅富泉 一定馬仔出得好 才會邀請特斯級去拆旗 加上一隻馬仔 也是上次比賽完之後 去做了重化 去衝一清之後 直接為部署如好 這次應該是國馬為首選 所以一號仔 特別不利 出現了大家 再摸下去 另外一隻馬仔 剛剛好 末段最快 看回四號仔 楊愛高輝 行不行 按回同情 近期時間 季初到現在 末段時間 已經緩落到二十三秒二 總時間 這條三檔 美麗檔 重磅之下 穩步文 一分一十點二 這隻馬仔 季初沒有贏過 但上了名 這隻馬仔 已經取得盡後 到現在 已經 失色多一點點 這次 直接告東來找回 艾道拿 129 不算輕磅 所以 楊愛高輝加上 不是叫放頭馬 看到一個拆旗指示 都以後上為主 欠的馬群 越來越多 所以這隻四號 楊愛高輝 就不太要了 看上去 每段最快的 另一隻馬仔 十一號的 逆市奇巴 雖然輕磅 的 但是十四檔外檔 真是 很糟糕 還有 近這兩次 跑絕幹 填到千二 都是一分一十點二 一分一十點九 欠的馬群 特別多一點 所以 十三號的 逆市奇巴 雖然是輕磅 但是十四檔外檔 近期 都是四月七號之後 最近這幾次 五月十一號 和六月二號 那個成績 填到千世 都是搞不定 所以 十一號的 正四期八 都不是推薦 所以 剩下那些馬仔 阿輝一逐隻 和大家點評一下 看看一隻二號仔 的荷花之星 他季初 十一月份 是一個短的項頭 贏了 贏了之後 其實 再沒有任何的 上名過 這隻馬仔 由於當時 是說是不倫於行 去到最新那次 就出賽了 四月份 但也是健康理由 是說是退出的 看回傷患 才說 七十五日之前 又做了前腿 又是不倫於行 所以這次 我對於他的事襲 也是兩個字眼 非常之憂心的 九一復出 事襲 表現不差 不是說非常之聰明 另外 最新那次 六月十七號 也說 他是跟守好位 直路然難推進 要是推進 才會有些少許進展 這隻馬仔 我覺得他十二月份 是不太行 所以不要他 看看三號仔 就是機械大師 同情來說 這隻馬仔 過往到現在 平均最好時間 是1分09.7 輕綁的湯普辛 或者同綁的賓特利 這隻馬仔 都是接近1分10 雖然說近這兩次的試襲 賀銘連 也算是好一點 但是由於他過往的時間 內當無論 內當外當 都好像是平均來說 1分09點 去問 1分10 所以機械大師 我也不是特別推薦 不是特別要他 那五號仔的 就是天火同仁 最新那次 是六月二號 新鮮滾熱 出集緩慢 跑路程 沿途周圍 亦都相對性 是留下為主 末段很好看 是22秒6 但是總時間 真的是1分09.9 已經力拼了 所以這次 磅數差不多 127磅 拿著中間檔位 所以天火同心 我也不是特別推薦給大家 看看六號仔的大將 雕神 七檔夾死馬檔位 亦都是那個評語 亦都沒有什麼好看 叫做起步 稍慢 走勢是一般般 還要推出向前 所以六號仔的 丁冠和馬房的大將雕神 我就不是特別推薦給大家 唸個雕神 好了 七號仔的 就是黃隱寬星 這隻馬仔 過往初次跑 這個就是田草千二 十三檔當 這麼輸蝕 都可以造就的時間 1分09點小 剛剛拿著過河濕腳 11號 就是元朗精英 1分09點小 當日是七檔 那隻七號仔的就是黃隱寬星 亦都是十三檔外檔 都可以造就到1分09點小 這個時間 我覺得它可以 提到三甲之內 加上馬仔 上次十三檔外檔 加上 看完 遙本分馬房 近這幾次 多數的市集都是田庭安 沿途走位 都以廢放為主 看到嗎 全部都是四月份 五月份 都以廢放為主 到歲生那次 6月11號 親自有40個 看到了 200多米 移出 然後加速第二 所以馬仔只差一個轉頭 由人有餘 這次 磅數 跟上次一樣 127磅 所以慢慢移動 內檔位 時間 應該可以比上次的1分09點小 更加好 所以第二隻 深水靚馬 我終於推薦給大家 七號仔 黃隱寬星 聽完八號仔 烈胡者高 這裡的市集 可以快速給大家看一看 過往的兩次 都是一般般 叫做 步伐比較凌亂一點 最新的那次 由於今次跑著的 田土遷移 所以內檔應得利 加上 裏檔位配搭何宅耀 也好一點 但是 看完那個市集 由於直六吹七 馬仔的反應 真的不太行 所以 對於八號仔 烈胡者高 我就不可以推薦 亦是即時可以看一條片 當日 其實 3556 八檔 這隻馬仔 真是一般般 所以今次找了 就是 何宅耀 夠格 都不太好 所以不可以推薦給大家 亦可以即時 給大家看看 當日那個市集 情況 看回市集 其實比較外檔 比較多一點 黃色衫 黑色帽 一會兒阿斐 露了一個頭髮 我才會再推薦一下 他 已經是第二位 那隻 356 黃色衫 你看到 騎士 不停地 力吹七 才拿著前置的優勢 放回內蘭 這裏 沒有太好看 再拉到後面 他堅持在內蕩 那隻 356 就是 裂回者高 去到那裏 拿正了一個好位 但你見到 騎士不停 依然 要力吹七 這隻馬仔 才是 差一點勉強 容易拿著第一名 但後期之秀 其他馬仔 已經 純粹 輕少少力 推薦一下 已經贏了他 反而 裂回者高 騎士 還要鞭幾下 這隻馬仔沒有什麼反應 所以 說完了 對於這次的裂回者高 不是特別推薦 所以 不要讓他為好 九號仔 那隻快活英雄 也是新馬仔 十三道外檔 尼超星 湯普生 全部 寫回評語 這隻馬仔不太行 搶口之際 跟著第三名 從容不迫 二百多米 找了兩次 兩次都是去拆旗 但是 走勢勉強 然後 開邊才追上前一點 所以 這次十三道外檔 這麼輸蝕 湯普生 尼超星 我對於九號仔 這隻快活英雄 真的覺得 不太行 不太行 不推薦給大家 至於十號仔的祝願 上一仗 5月16日 跑著一個直路一千米賽事 最後 拿著兩個馬仔 所以 後上八佛 是搶強他人二 然後跑著一個田島千二 由於 夾死馬檔位 六檔 然後田島千二 一個大外檔位 馬仔 亦不是快放領前的馬匹 所以十號仔的祝願 我都不是特別推薦給大家 至於 另外十四號 那個醒目湧區 起分那個同情的 沿途周位 都是差得比較多一點 平均完成時間 一分一十打上為主 這次 同樣是十四一檔外檔 所以十四號 醒目湧區 不是特別推薦 剩下的就是十號仔的 就是冥計之友 完全沒有跑過田島千二 但是昨天的影片 蔡若翰的直播馬 阿斐華也找過少許數據 蔡若翰跑過田島千二 和千世的相名 是多一點 過往蔡若翰和報名的配搭 近期也頻繁六月份 交收是完全比較醒目 多一點 直播馬來說 這十二號的冥計之友 應該分頭會好一點 這次吃正了三檔內檔位 所以直播馬十二號的名字 之後 我只可以說 如果買個細連環 要包吹進來 所以今天的頭場 最後篩選了的就是四隻馬仔 分別兩隻雙膽 一號仔的特別美麗 七號仔的黃隱寬星 然後腳的 有十一號就是元朗精英 拿著來是對比的 如果搏迷細連環 可以推薦給大家的 十二號就是冥計之友 到第二場的三班 一千六百五十名賽事 講一下之前 先看看跑道 尼底的一千六百五十名賽事 一個走到前面 框著那個紅色框框 很快就會轉彎 所以內檔得黎 另外 末段最快時間 一號仔的柏林探哥 是兩年前做的最好時間 一分三十六秒七二 對比之下 阿斐西村剩下的 由於全部馬仔 很多馬仔已經一分三十九秒 講的是這一場 同情的其他對手 平均時間一分三十九秒 打上為主 也勉強一些馬仔 可以一分三十八秒 近期試過少少少 所以剩下的一號、二號、四號、七號、八號 那哪隻做膽呢? 阿斐推薦雙膽 都以輕綁為主的兩隻馬仔 分別是四毫仔的精彩動力 和七毫仔的就是無心睡眠 無心睡眠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最佳同情的四個冠軍 兩個亞軍 三個貴軍 還有另外 最有的評分 也有WINPAY加成 是8分WIN 然後13分是PAY的 這隻馬仔 亦都是50% 入三甲 四號仔的精彩動力 亦都是50% 入三甲 由於看回七號仔的無心睡眠 你看回那個統統的資料 你看到了 保住漁港的1650名賽事 是出足足出賽 是20次的 所以那個是沙吉路程 是漁港為主 以及1650名賽事 二次的比賽 四個冠軍 兩個亞軍 三個貴軍 輸也是11次 所以加加上 他的爲名機會 是接近有50%的 另外,四豪仔的精彩动力亦是出录六次,一次冠军三个冠军 亦是50%上名,我马上讲解他 过来转到七豪仔的无心碎面 近期的马仔,郑俊伟,多数今个赛季,完完全全都是主帅,是艳少礼 亦同情见到,他最新的时间是1分39秒3 过往,但磅数127磅 他今次已经是历史新低的最轻榜,是120磅 之前赢马那时,是2024年的1月24日 当日是3600,来到1650分岁 轻榜的艾少礼,当日在十一档外档,这么舒适的情况 总时间是完全最后一有四分三的马位 是完成时间,1分38秒0 赢得非常好,后境非常爆发 他在十一、十四档外档那时,输失了一点之下 艾少礼拿着100磅轻榜 亦都可以造就的时间,都是飞了飞格 虽然输了一整四个几万位 但大家可以看他的排名,都是紧紧跑着第五名 是失之交臂,是四格,差一点点 前面那些都是丁当码头为主 同样,轻榜之下,艾少礼一档,美档,内档 在2023年12月3日,122磅轻榜之下 亦都可以造就的时间,1分38秒5 不算差得多,紧紧跑着一个是第二名的 所以这只马仔,今次拿回那个是四档,美档 然后磅数,是历史算来说,比较最轻榜的 一百十磅,比之前的一百十九磅,一百十三磅 今次更加轻,七毫仔的深水棉,入三甲 所以胆,第一只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七毫仔的无心碎面 第二只胆的推荐给大家的,都是轻榜 四毫仔的精彩动力 这只马仔,起来了,最新的那时二档 找了就是巴道,一百十七磅 今次足足是减榜到一一五磅 找了轻榜的王志弘去刷棋 过往的马仔,是试过王志弘轻榜之下 在368那次夹死马档位 都可以稳定性局 你看到是稳势通刺的 所以早段就是受势逼多一点 末段虽然影响了一点,但也可以继续时间 是破了一分三十九秒,是一分三十八秒小的 纯粹是转弯那时受困 这条片我不多点播了 最新的那次二档,完全全是在后边去爆放 你看到它墮下五个几买位那一刻 六百多米,就是入了内栏那一刻 这条片在编出之下也可以有反应 拿了第三名,但时间也是一分三十九秒三 但当日磅数是一百二十七磅 所以这次由于过往轻榜的王志弘 多数都可以破了一分三十八秒 大家提醒一下,季初的时候 十月二十五号 当日一百十六磅,超级无敌轻榜 六档夹死马档位的时候 可以完成时间一分三十八秒三 加上之后的轻榜全部都平均来说 是一分三十八秒九,一分三十九秒零 仇困的时候一分三十八秒四 所以这只四号仔的精彩动力 应该今个赛日,应该是二档 方家柏找回轻榜王志弘 这只马都是做胆必二之选 所以第二只马是推荐给大家的 是四号仔的精彩动力 三选马匹就推荐给大家的 分别会在一号仔的就是柏林探哥 二号仔的好好心得 和八号仔的就是晋河湾做推荐 其实首先一号和二号是绿色垂首 由于上一仗,一号仔的柏林探哥 新鲜滚热 在五月二十九号直接重磅 顶磅的艾道 去刷骑之下,135磅 是赢了短头的 当日是第二名的,就是好好心得 记住,他把顶磅拿到顶磅去刷骑 最后在顶磅之下赢了短头 1分39秒1 之前重磅,从阳登·艾道兰 可以造就破了1分39秒 是输了颈位,1分38秒8 所以加上之前轻磅之下 1650名赛事 128磅的时候可以超级无敌 去造就,虽然没有上我的名字 但在250名受困之下 都可以造就1分37秒9 是破了1分38秒 所以一豪仔的派人探哥 不容忽视 加上也在神操 直接回到重磅 事实为主少少少 去捕操,去刷骑 去冲一清 反而跑着第二名的那只 很好心得 在当日比赛之后 直接缺货了4役 同样重磅 那只马仔 我觉得 这只马仔的报名 二豪仔的好心得 上次力出失之下 紧居输了一个是短头 跑着一个是第二名 但是 由于回到重磅之前 有4天是缺货的了 所以对于二豪仔的好心得 留一手的 就怕他那只马仔有点隐忧 你不知道 所以看到他是缺货4天之后 虽然重磅回来 但对于二豪仔的好心得 这次磅数 虽然比上次 轻磅了三磅 但是 亦是尽快 反而力居第三名 那只 就是精彩动力 当日 都是紧居其后 所以 分分钟是四豪仔 可以比三豪仔的好心得 更加 推荐多一点 由于一豪仔的柏林探哥 135磅 然后 二豪仔的好心得 130磅 我始终是第三只 我会推荐给大家 下一类范围 就是八豪仔的进河湾 115磅 田亭安 足足比前面 1、2毫 那只马仔 轻磅了 背少了 15磅 有多 比一只柏林探哥 足足轻磅了 20磅去拆棋 加上 1650分赛事 刚才先都说了 很快就一个转弯 所以 耐能得力之下 一档内档 八豪仔的进河湾 这里 就是省了不少脚骨力 你会看到 虽然上次 这只马仔 是在今年初 一月份的时候 属于五盘子马房 但由于健康问题 那已经 那天期间 田亭安棋骑之制 市集之制 也转了舱 给了15集成马房 所以你会看到 初上 5月29日 又转了过来 迷地千六 但当日失色 没什么了解 但是记住 十四档外档 那这次 直接了 比上次更加轻磅 背着的磅数 是115磅 那加上 上次 这么舒适之下 审习城初次跑到来 1600 那只马仔 都是看到 是完全全 屈居在中间位置 不算是大度后太多 所以 前百名之下 这只博马 肯定是审习城 11号轻磅的 就是进河湾 所以这里 如果是要买法的 雙胆的 肯定是4号 7号做行头的 至于三船 会推荐的是柏林探哥 机会大一点 由于 这只实属是大勇马 唯独就是第四只脚 由于 这四年环 威城隆彩 包叉的 就怕二号轻的好好心得 是有少少相隱环 但正常 如果是正常之下 这只马仔 亦都可以 四甲尖来 就是害怕 突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所以 包含了一个轻磅 就是田太安琴奇的 八号轻 进河湾 希望这里 买个聪明圣彩 可以推荐给大家 选择了的 肯定行头为先 就是 4号 7号 再包含了就是 471 然后最后 要买的就是 471 加上200 就是聪明正常彩的 购买方法 好了 一次过说完之后 希望大家 旗开得胜 星期日 赢得多些 是这样 去到最后 记得按订阅 支持一下中路TV 阿飞江马仔 拜拜 收睇中路TV的各位观众 请注意 你出片 我派钱 香港打工人 换得鸡碎这么多 不够洗 已经是常态 有没有想过 你吃个早餐 有人买单 有没有想过 你去街市买菜 又有买单 或者你有没有想过 在马场赌场马 都有人买单 这么笨的想法 中路TV和我一起实现出来 等金白银给你 迎光幕见到的 就是中路TV的日常收入 所以各位星星 千万不要乱识你们的才华 如果是阿飞这样 喜欢刨马仔 就出一些贴士片 也将这条影片 去公主意识 给各位师兄收睇 所以最后 也可以获利 在此 中路TV承邀各界言 将你们的影片 投放给中路TV平台播放出来 如果不知道如何营运 或者如何制作影片 中路TV和你承包了 所有后期制作 实现 有钱齐齐找这个目标 有兴趣拍片的 可以直接WhatsApp 或者联络我们 电话号码 67304593 召唤我们